汤圆加上挡欧虾米淋上热汤 都知道应景吃汤圆 看看汤圆名店排队人潮 从店门口一路往下弄延伸 不想人挤人买食材回家自己煮 却发现贵得吓人 一名网友抱怨 想买咸汤圆灵魂食材算苗 一把竟然要159元 简直惊呆了 那个很贵 大剩就是我刚才讲那个175 就是因为它需要佐料需要 今天的汤圆它必须加这些佐料 所以它在佐料部分 它就会变成比平常又贵一些些 根据蔬菜价格平台显示 这一周的蒜苗平均批发价 每公斤超过144元 预估零售价直接翻倍达288元 简直蒜苗批发价格 从6月份一路飙升到11月14号 更一度飙破每公斤222元 整个下半年价格几乎都高于 全年度平均成交价49.3元 因为今年的冬季寒冷的频率 相对较去年为高 所以在需求面可能相对也来得大 今年蒜苗价格高于往年同期 民众贤贵不敢买 退而求其次 选葱或芹菜等配料替代 物价涨冬至想吃汤圆硬紧 也得点点荷包 三连新闻红客奖 我要听台北报道